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46706台取得了相当辉煌的一个市场成就 对于我而言 我更喜欢 我相信你也是 它一个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丰田霸道 所以今天的四万车车我们就来聊一聊普拉多或者说霸道的故事 虽然说普拉多比三菱的帕杰罗要出生晚了整整14年 但是在越野车圈它却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名字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同门大哥 Land Cruiser陆地巡洋舰或者叫兰德库鲁泽 要知道陆巡可是全球资格最老的三个越野车品牌之一 第一个就是Jeep 第二个就是路虎Land Rover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美军在朝鲜战场急需一批轻型越野车 这个时候二战英雄威利斯领命出战 经过多方竞标 最终丰田拿到了这笔美军的订单 生产了100台威利斯战争 戏剧性地让一款美国的吉普走进了日本的工厂 当然精明的丰田通过生产这批威利斯进一步 积累了越野车制造的经验 为日后Land Cruiser家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丰田在为美军制造威利斯的时候 也开发了一款自己的车型 也就是丰田的B沟 它搭载了B型的3.4升直列六缸发动机 1951年丰田在富士山测试它的这个B沟原型车的时候 借助强劲的动力以及可靠的分时系统 B沟它成功地达到了富士山的第六段 日本的警察厅的人员前来观察这次试车 非常满意 不久日本警察厅就向丰田订购了289台丰田的BG B沟作为他们的官方巡逻车 1954年丰田时任的技术总监 梅原扮二给丰田的B沟系列 取名为Land Cruiser 这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名字 梅原的目的是想从名称的气势上 压倒他们的英国竞争对手Land Rover 第一代的普拉多诞生于1990年 普拉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语的意思是牧场的意思 当时呢 Prado并不是一款独立的车系 而是作为Land Cruiser Gold 70系列的一个改进版发售 整车的设计拥有很强的越野能力 同时又兼顾了优异的公路驾驶感受 应该是一台名副骑士的SUV 同时硬派SUV 1996年呢 丰田发布了第二代的Go90的普拉多 这个时候普拉多就被划分成了一个独立的车型 第二代普拉多呢 除了车身的造型 加入了更多现代化的设计元素以外 更是用了全时驱动的方式 取代了之前的分时驱动方式 全车配备了中央差速器ABS 以及SRS安全气囊等配置 从这一代开始呢 普拉多就登上了全球的大舞台 除了传统的澳洲啊 中东市场之外 在欧洲也开始流行 2002年 丰田推出了第三代普拉多LC120车型 并且在2003年呢 第三代普拉多又被正式的引入了中国国内市场 霸道的名字也是从那会儿开始 响彻了全国各地 LC120呢 与上代车型最大的区别就是它 换装了代号为 RTRFE的2.7升的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 输出的最大的功率为164马力 扭矩为245牛米 相比于上一代使用的3RZFE呢 它提升了14个马力以及5个牛米 同时代号为EGRFE 就是4.0升V6的一个汽油发动机 也取代了老款的3.4升V6 可输出236马力以及361牛米的峰值扭矩 我们熟悉的第四代普拉多 勾150呢是2009年的10月上市 一直到2020年的6月23日呢 一直生产到它的停产 车主普遍的它的口碑是开不烂的普拉多 同时丰田这么多年 一直对它的这个陆地巡洋舰系列 就是兰德库鲁泽系列 它的slogan一直是 车道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宣传口号 在机械素质层面呢 这一代的车型相对于LC120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在于丰富的配置 这一代的上市 我叫你变化在这一代的 挑战时是 这样的币 前面停不但 这个是两者 得了 他们这一代都没来 金吉 honest 就把基于 他也不让他 他们把基于 一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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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